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阅读语七书。 作者是林绝明,字异动,清末。 在文章中会出现两次异动,表示的是作者本人。 这是语七书全文,比较多。 接下来我们一字一句来读一读。 意应轻轻如物,意应是作者妻子的名字,见字如见我面。 无今以此书愚如永别移,我现在以这封书信来和你永远地告别了。 无作此书时,我写这封书信时,上是世中一人,还是世上的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 如看此书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成为阴间一鬼,我已经成为阴间的一个鬼了。 我已经死去了。 无作此书,我写这封书信,泪珠和笔墨齐下,眼泪和笔中的墨水一起流下。 不能禁书而欲割笔,不能让我写下去,而只能把笔割下。 又恐辱不察无忠,又恐怕你不能体调我的钟情。 为无忍舍辱而死,认为我忍心抛舍你去死掉,舍就是抛舍抛弃。 为无不知辱之不欲无子也,认为我不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去死掉。 故随忍悲未辱言之,所以就忍住悲痛,向你说说。 无知爱辱,我是非常爱你。 即此爱辱一念,就是这爱你的心念。 使无勇于救死也,使我可以勇敢地走向死亡。 意应爱妻如见,我现在用这封信跟你永远分别了。 我写这封信时,还是人世间一个人。 你看这封信时,我已经成为阴间一轨。 我写这封信,泪珠和笔墨一起洒落下来,不忍写文而想戈笔, 又担心你不能体调我的钟情。 以为我忍心抛弃你而去死,以为我不了解你是多么希望我活下去, 所以就强忍着悲痛给你写下去。 我非常爱你,也就是爱你的这一一年。 促使我勇敢地去死了。 无自欲如以来,我自从相遇你以来。 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常常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结成夫妇。 眷属就是夫妇,燃遍地星云, 然而现在满地都是血腥, 满街狼犬,整街都是恶狼走狗。 称心快意,想要称心如意的生活。 几家能够,有几家能够做到。 司马青山,白居易的眼泪是了青山。 无不能学太上之望秦也。 我学不了思想太高尚的人, 这里就是指思想觉悟很高的人, 望却喜怒。 语云,孟子中写道, 仁义的人,尊敬自己的老人, 还能推起别人的老人。 幼无幼,爱护自己的儿女, 以及人之幼,而推起爱护别人的儿女。 无充无碍辱之心, 我要扩大扩充我爱你的心。 祝天下人爱其所爱, 帮助天下的人爱他们所爱的。 所以敢先辱而死, 所以我敢于先在你之前死去。 不顾如也,不能顾到你了。 如体无此心, 你要体谅我这种心情。 于提气之余, 在痛苦哭泣之后, 一以天下人为年, 也要想到天下的老百姓。 我自从结识你以来, 常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结为夫妇。 然而遍地血腥阴云, 满街凶狼恶犬, 有几家能称心满意呢? 江州司马同情琵琶你的遭遇, 而泪失青山。 我不能学习那种思想境界高的圣人 而忘掉感情啊。 古语说, 人爱的人尊敬自己的老人, 从而推起尊敬别人的老人, 爱护自己的儿女, 从而推起爱护别人的儿女。 我扩充我爱你的心情, 帮助天下人爱他们所爱的人, 所以我才敢在你之前死而不顾你呀。 你能体谅我这种心情, 在哭泣之后, 也把天下的人作为自己思念的人。 当一乐牺牲无身与辱身之福利, 应当也乐于牺牲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的幸福。 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为天下的人谋求永久的幸福。 辱其物碑, 你千万不要悲伤。 如一否, 你还记得吗? 四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无常与约, 我曾经说过。 于是吴先死也, 与其让我先死。 吴逆辱先无而死, 不如你先在我之前死掉。 辱处闻言而怒, 你初听这话时, 很生气。 后经吴完结, 后来经过我的委婉解释。 虽不畏无言为事, 虽然不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而亦无此相达, 却也没话可说。 吴之义盖为以辱之弱, 我的意思大概是说, 像你这样柔弱, 必不能尽事物之悲, 必定经不处, 失去我的悲痛。 吴先死, 我死在前面, 留苦于辱, 留下悲痛给你。 吴心不忍, 我的心不忍, 应该也乐意牺牲 我一生和你一生的福利, 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了。 你不要悲伤, 你还记得吗? 四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我曾经对你说, 与其让我先死, 不如让你先死。 你刚听这话就很生气, 后来经过我委婉的解释。 你虽然不说我的话是对的, 但也无话可答。 我的意思是说, 凭你的瘦弱身体, 一定经受不住, 失去我的悲痛。 我先死, 把痛苦留给你, 我内心不忍。 故宁情辱先死, 所以宁愿你先死去。 无单悲也, 我来承担悲痛。 哀, 感叹一生, 谁知无足先辱而死乎, 谁知道, 我最后比你先死去了。 吴珍珍不能忘如也, 我实在不能忘掉你。 回忆后街之屋, 回忆起后街的屋子, 入门穿廊, 进门后穿过走廊, 经过前后的厅堂, 又转了三四个弯, 有一个小厅, 厅旁一室, 厅的旁边有一间卧室。 为吴语辱双漆之所, 这是我和你双漆共住的地方。 初婚三四个月, 新婚后三四个月。 是冬至旺日前后, 正指冬月十五日前后, 旺就是月中, 十五日。 窗外书眉筛月影, 窗户外吸疏的梅枝筛漏过月影。 依稀眼印, 仿佛时影视线, 无语辱并肩携手, 我和你并肩携手。 滴滴窃窃, 低声地窃窃私语, 何事不语, 什么话不能说呢? 何情不素, 什么心事不谈呢? 急经思知, 到如今思想起来, 空余泪痕, 只剩下泪痕了。 所以宁愿希望你先死, 让我来承担悲痛吧。 唉, 谁知道我终究比你先死呢? 我实在是不能忘记你呀。 回忆后接我们的家, 进入大门, 穿过走廊, 经过前厅和后厅, 右转三四个弯, 有一个小厅, 小厅旁有一间房, 那是我和你共同居住的地方。 刚结婚三四个月, 正赶上冬月十五日前后, 窗外吸疏的梅枝山下月影, 遮掩阴沉, 我和你并肩携手, 低声思语, 什么事不说, 什么感情不倾诉呢? 到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只剩下泪痕。 又回忆六七年前, 再回忆起六七年前, 无知逃家复归也, 我逃出家里, 又回去。 乳气告我, 你哭着告诉我, 望今后有远行, 希望今后要出远门, 一定要告诉我。 切愿随军行, 我愿意跟随你一起走, 无意继续如意, 我也当时答应了你。 前十一日回家, 十几天前回家, 急欲成辩以此行知事余辱, 就想顺便将此次出走的事情告诉你。 急欲辱相对, 可等到和你面对面时, 又不能起口, 又开不了口, 且已辱之有身也, 并且因你已经有身孕了, 更恐不胜悲, 更害怕你受不了悲痛, 故为日日呼求买醉, 所以只有天天要求买醉。 杰夫一声感叹, 当是于心之悲, 当时我的心中的悲痛, 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实在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 这里的寸管, 就是指的毛笔墨之。 又回忆起六七年前, 我背着家里人出走又回到家时, 你小声哭着告诉我, 希望今后要远走, 一定把这事告诉我, 我愿随着你远行。 我也已经答应你了, 十几天前回家, 就想顺便把这次远行的事告诉你, 等到跟你面对时, 又开不了口, 况且因你怀孕了, 更怕你不能承受悲伤, 所以只天天要求求得宜醉。 唉, 当时我内心的悲痛, 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的。 吴承愿与辱相守疑死, 我确实愿意和你相守道死, 相守就是白头盗老。 地以今日事事观之, 只是从今天的形式来看, 天灾可以死, 天灾可以让人死去, 盗贼可以死, 盗贼可以让人死去, 瓜分之日可以死, 国家被瓜分的那天, 可以让人死去, 监观污吏虑虐民可以死, 贪观污吏压迫人民可以让人死去。 无被处今日之中国, 我们处在今天的中国, 国中无地, 无时不可以死, 中国内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会有人死去。 那到时使无眼睁睁看如死, 到那时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 或使无眼睁睁看无死, 或者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去。 无能知乎, 我能这样吗? 易辱能知乎, 还是你能这样吗? 即可不死, 即使可以不死, 而离散不相见, 可是分离失散不能相见。 突使两地眼成穿耳骨化石, 白白在两地让眼睛望穿, 使骨头变成石头。 试问古来几层见, 破镜能重圆。 敢问问, 自古以来什么时候见过破镜重圆? 我确实是希望跟你共同生活到了, 但拿今天的形式看来, 天灾能够造成死亡, 倒贼能够造成死亡, 国家被列强瓜分那天起能够造成死亡, 贪官污吏, 虐待平民百姓能够造成死亡。 我们这代人身处今天的中国, 国内每个地方, 每时每刻, 都可能造成死亡。 当那个时候使我眼睁睁看你死, 或者让你眼睁睁看我死, 我能这样做吗? 还是你能这样做吗? 即使能够不死, 而我们夫妻礼散不能相会, 白白地使两人望眼欲穿, 画骨为石。 是问, 自古以来有几对夫妻礼散而又重新团聚。 则叫死为苦也, 那可彼此还要痛苦呀。 将奈之何, 那有什么办法呢? 今日无鱼汝信双见, 今天我和你幸运的双双见在。 天下人不当死而死, 与不愿离而离者。 天下的人们不应当死的, 而死去了, 和不愿意分离的而分离的人。 不可竖计, 无法数得清楚。 钟情如我背者, 感情丰富像我们这样的人。 能忍知乎, 能忍受的了吗? 此无所以感率性就死不顾如也。 这就是我之所以感任性去死, 而不管你的原因。 无今死无余憾, 我今天死去而没有遗憾。 国事成不成, 自有同志者在。 国家大事成功不成功, 自有同志们在。 一心已五岁, 一心是作者的儿子, 已经五岁, 转眼成人, 辱其善辅之, 你要好好抚养他。 使之笑我, 让他笑我。 辱腹中之物, 你肚子力的小孩。 无疑其女也, 我猜测是女孩。 女必像辱, 女孩必会像你。 我心里就十分宽慰, 生离是比死别更为痛苦的。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跟你有幸健在。 全国人民中不当死而死, 不愿分离而被迫分离的, 多得不能用数字来计算。 像我们这样感情浓稚的人, 能忍看这种惨状吗? 这就是我断然干脆地为革命而死, 省你不顾的原因。 我现在为革命死毫无遗恨, 国家大事成与不成, 自有同志们在。 一心献已五岁, 转眼就要成人, 你可以要好好抚育他, 使他像我一样 以以天下国家为念。 你腹中怀着的孩子, 我才是个女孩, 女孩一定像你, 如果那样, 我的内心感到非常宽慰。 或又是男, 也许还是男孩, 则一交其以复制为制, 那也要教导他 把父亲的志向 当作自己的志向。 则无死后, 尚有二亿动在也。 那么我死去后, 还有两个亿动, 就是我在这世上。 幸圣幸圣, 幸运极了。 五家后日当圣平, 我们家以后生活 肯定贫困。 贫无所苦, 贫困也没什么苦恼的。 清静过日而已, 清静一些过日子罢了。 无精于辱无言矣, 我现在跟你没有话说了。 无居酒泉之下, 摇文如哭声。 我在酒泉之下 远远听到你的哭声。 当哭相和也, 也用哭声和你相应和。 无平日不幸有鬼, 我平生不相信有鬼。 经则又忘其真有, 现在又希望真能有。 经事人又远, 清静感应有道。 现在人们又说 有心灵感应应该有办法。 无一忘其言事实, 我也希望这说法是真的。 责无知死, 那么我死了。 无灵上依依旁如也, 我的灵魂还可以依偎在你身旁。 辱不必已无缕碑, 你不必因为没有伴侣而悲伤。 或许又是个男孩, 那么也要教育他。 以父亲的志向为志向, 那么, 我死了以后 还有两个灵教民呢。 幸运极了, 幸运极了, 我家以后的生活 肯定非常贫困。 贫困不要紧, 清静些过日子罢了。 我现在跟你再没有什么话说了。 我在九泉之下远远地听到你的哭声, 应当也用哭声相应和。 我平时不相信有鬼, 现在却又希望他真有。 现在又有人说心电感应有道, 我也希望这话是真的。 那么我死了, 我的灵魂还能依依不舍地伴着你, 你不必因为失去伴侣而悲伤了。 吴平生, 未尝以无所致于辱。 我平生未曾把我的志向告诉过你, 是无不是处, 这是我不对的地方。 然与之, 可是说出来了, 忧孔辱日日未无担忧, 又害怕你天天为我担忧。 无牺牲白死而不辞, 我革命牺牲一百次也不会推辞。 而使辱担忧, 可让你担心忧愁。 滴滴非无所忍, 滴滴确却不是我所忍心的。 无碍辱智, 我非常地爱你。 所以为辱谋者, 唯恐未尽, 所以为你设想的唯恐不够。 辱性而偶我, 你有性嫁给了我。 又何不幸而生, 今日知中国, 可又多么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 无幸而得辱, 我幸运取到了你。 又何不幸而生, 今日知中国, 可又多么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 足不忍独善起身, 说到底我不忍心只对自己好。 皆夫, 感叹一生, 精短情长, 所谓尽者, 这首卷很短, 我的情意很长, 我没有写完的。 上有万千, 还有万语千言。 辱可以模拟得知, 你可以想象, 体会得到的。 我平素不曾把我的志向告诉你, 这是我的不对的地方。 可是告诉你, 又怕你天天为我担忧。 我为过牺牲, 死一百次也不推辞, 可是让你担忧, 的确不是我能忍受的。 我爱你到了极点, 所以替你打算的事情只怕不周全。 你有幸嫁给了我, 可又如此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 我有幸娶到你, 可又如此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 我终究不忍心只顾全自己, 唉。 方斤短小情意伸长, 没有写完的心里话, 还有成千上万, 你可以凭此书领会没写完的话。 无今不能见如已, 我如今不能见到你了。 辱不能舍无, 你不能忘掉我。 其实时于梦中得我乎, 那就是时在梦中寻找到我吧。 悲痛大哭。 新卫三月念六夜四古, 新卫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四更。 异动手书, 我林绝鸣亲手书写。 家中诸母皆通文, 家中的伯母叔母都通小文字。 有不解触, 有不理解的地方。 望请其指教, 希望请向他们请教。 当今无意为信, 应该全部理解我的意思最好。 我现在不能见到你了, 你又不能忘掉我。 大概你会在梦中见到我吧。 写到这里太悲痛了。 新卫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四更, 异动亲笔。 家中各位伯母、 书母都通小文字。 有不理解的地方, 希望请他们指教。 一定要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本文写于林绝鸣赴广州参加起义的前三天。 林绝鸣挑灯写下了两封绝笔书。 一封是写给父亲的, 另一封是写给妻子陈依应的, 被后人秘密为于妻书。 全书签余字, 倾诉地对妻子真挚的爱, 更抒发了他忧过忧名。 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催人泪下, 令人感愤。 书情是这封遗书的主要表达方式。 为了书情, 烈士很自然地继续了一些往事, 抒发了对妻子深深的爱恋。 作者的语言修养很高, 写作时选择了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 和表达丰富感情的句式, 时议论也涂上了自己所增所爱的感情色彩。 好的, 这就是《于妻书》。 我们下一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